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高CP執行車記錄器 大家好,我是柯比長教室 嘿嘿,你看到嗎? 黑白龍軍 黑白龍軍今天出動了 不是說出來就把它賣掉 不是不是,我今天來比較一下 新舊款 這樣不是新舊款而已 中間還差了一代 中間才有差喔? 203,這個205 中間有一個204 其實馬力跟這一台 白的跟黑的大概都差一倍以上 我記得這新車才 170,這390 一倍再多一點 扭力大概50幾,這個20幾而已 真的都差一倍,爽度 爽度感覺上是不是都一倍不止 其實這樣也很好開啊 我有在開啊 現在就是兩台陸續開 你有在開嗎? 里程數才不會增加那麼快 你有在開嗎? 有啊,我有開來開去的啊 偶爾又放著又沒電的這樣 對吧? 打開讓人家引擎 哦! 我玩紅頭的樣子 帥吼? 帥吼 啊,明記簽名了 欸,有水嗎? 其實廠商贊助的 拿我的去試啊 可是這樣有個壞處,你知道嗎? 這個太新的旁邊變老了 啊,你那個管子啊什麼的 都一起換一換就好了 你確定 你不要騙我不懂車哦 欸,我不是沒差別的,我也有用哦 當初等這台掛很久的 放到真的都沒電了 其實我這個也是一樣啊 本來是立標,我把它改成平標嘛 這個後來就沒有了,這個就沒有立標了 欸,我這樣開著開著也蠻快的 我開了一個多月了 我記得是5月開始接手 現在已經快7月了 快兩個月了 開起來感覺如何? 不好開耶 為什麼不好開? 都會超速 隨便原本是要補一下就超速了 會超速,為什麼會超速? 你有證據嗎? 證據啊,有啊 你看,凍處都是洞耶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好洞 好洞 都是洞啊 整排的啊 優質底下的 你看很快哦 沒有,台灣的路很不好 石頭太多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犀牛皮? 犀牛皮哦 一封面的話 可以啊,我到時候要去度個膜 金融皮再包起來就好了 沒有,鍍膜沒有用啊 石頭打還是過了 因為石頭太強了 因為你開太高 不是啦,石頭太強了 如果跟這個車比起來 都是差在哪裡 碎筋是一樣的 2.6 就是3.0 碎筋是一樣的 加渦輪就行不夠了 啊功能都熟了嗎? 功能哦? 嗯... 我跟小時候一樣嘛 那個太過科技,科技白痴啊 可是大致上都會了 我去車子學位 哇塞 對哦,我剛剛下車就覺得好熱 它也有紅頭的 它也有紅頭的哦 啊這是自然進氣的哦 自然進氣 啊這個是渦輪 渦輪哦 它有這個蒙子 啊你怎麼 我也有一個掛啊 應該也有 以前啊 現在就是 裡面可能是空空嘛 虛花也蓋起來 啊電梨 欸電池一樣耶 它也是在這邊 差不多了 對啊,我以為在後面 結果沒有它在這邊 啊它的電池在這裡 對啊 按鍵的話就是 這個就有環景嘛 有台頭顯示器 發動好了 我們吹點器啦 因為它是AMG嘛 AMG一定就是一個平靶嘛 嗯 這些有23P有跟車 這邊就是我們俗稱的前面嘛 最少都有兩件到三件嘛 啊這個是 跟車那個方向盤 啊這個是車道偏移 啊這個是雷達 欸後來覺得它是有這個功用 比如說它太近了 它每次都車道 車子太近了沒有 後面鏡子會打開 啊這個是台頭顯示器 台顯 啊有有看到 對,台頭顯示器 有些 可以改裝知道嗎 把它改成這邊 小兜兜直接按了就可以發門 啊我這邊發門就是在這裡 啊這邊是發門嘛 啊跑拍就是這個 對對對 啊這代度熄火嘛 啊這邊是防滑 電子懸吊 對啊這好 這邊有幾段 兩段啊 它是調高度還是軟硬 軟硬而已 它沒有辦法調高低 高低就算了 高低就算了 這個啟動 還有這個呢 對啊 渦輪 渦輪啊 啊在出風口也換了一個渦輪的葉片 好像後期都改這樣 啊之前好像那種冰室應該知道 就是不一樣 有點不一樣 只要後期的話就是一經一標板 啊車都有比較不累的 那車主的原本就有裝了 就冰室 水水啊放的 手機都會吹冷氣 都不用怕過熱 我就沒換了 內裝就是 駝車內裝 還有選配賽車椅 還有伯定之音 就是聽一下音樂還不錯啊 這個有全頂大天窗 啊這個是窗簾嘛 窗簾那是雙收 就是前後一級收 如果是玻璃的話 它就有上線 打開 那玻璃只能開這邊而已 對 它只能開這邊而已 最大應該也是這樣而已 它不能再大了 它做窗簾 它就是做一塊板 它就算開的 剛剛有一個人 找不到我的點音器 其實我也不知道我的點音器 這樣一看 然後 欸幹 怎麼沒點音器 然後這邊也沒有 對啊 然後想說 我這台車這麼進步 已經不需要點音器了 車子不抽菸就沒有選配 沒有沒有 有啦 後來就對了 對啊 找到了 欸你看 我那個 好了 它自己好了 都好了 只要有機儀 還有加熱 這邊如果通風儀 可能就會有通風儀 這邊沒有 兩邊都沒有 兩邊都是比較爭鬆的 只有三組機 對三組機 那你那台有 也是電動的 也是電動的 其實你看喔 那已經20年前了 人家還是電動 蠻厲害的 方向板是電動的 電動調整 液晶的魚壓板 我大概講一下好了 我後來研究了一下 它總共有三個主題 我覺得蠻厲害 蠻炫的 蠻多可以玩的有沒有 這個風格 剪進去 有框野 運動 或古典 古典的話就是最原始的 藍色 兩個雙環 沒有胎壓 那個你看 這個也可以換喔 它可以把它換掉 我看 都可以換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跑賽車的時候 賽車的時候用 對 有沒有 中間這個 假設我要把音樂 拉底油或什麼東西 都可以換 假設選這個 它這邊就 你看也可以換 這個就是 測那個距離的 都是靠這一個 對都是這裡 這一個去換 假設我要用 輔助的話 就是跟著 就跑在中間 它還有一個模式 好 假設我們用中間好了 運動 運動的話是黃色 另外一個就是 狂野 狂野的話就是 比較禁忌 只有轉數表 然後時數是用那個 數字形式 所以原始是輕簡這樣 如果兩台交換 我每次停車 我都左腳會喜歡抬起來 我要踩煞車 不用 它是電子煞車 那一台是用這樣打 這一台是用撥的 這要開習慣之後 每一台我都會撥雨刷 可是開我的老車是不會 因為這邊沒有空的 他們在撥 公司有時候開習慣了 一撥 雨刷 等一下有這個啊 快撥啊 快撥你還是要入檔啊 你沒有入檔怎麼快撥 你還是要入檔啊 沒有 手下車 手下車是有 可是一般打皮擋 打皮擋 它自己就鎖 這邊有模式嘛 對 剛剛忘記講 模式就是 你看這邊 第一個就是平順 第二個就是這個 這個叫什麼 自己喜歡的 這是一般的模式嘛 舒適 舒適 對 運動 對啊 運動家 對啦 你這樣講好了 運動家 中間這塊螢幕 功能還滿多的 最簡單來講嘛 這是導航嘛 廣播嘛 對不對 這是媒體 再來就是電話 比如說接carplay 什麼之類的 旁邊這邊有個設定 車輛這邊 車要點進去 它也是可以看一些 車子的東西 比如說設定 再來就是應急 一些信訊可以看 進去裡面 很多啦 我真的 像白痴耶 等一下 我補一下油門 測量數據 數據啊 比如你看喔 你看 我走5度 我快掉 關鍵 6度 7度 8度 油門大板百分之幾 對啊我踩的啊 煞車百分之幾 哇 煞車 哦 現在44 哦放掉 這是賽道模式啊 就是讓你知道說 哦原來 你知道賽道的時候 你在 你踩的一百了 還停不住那就要改 可以這樣說吧 可是功能很多啦 多到 我還沒還沒摸完 這個是最簡單 燈光有64射嘛 對不對 它車廂設定比它設定上 哦安全帶自動上鎖 側邊 對啊 便利上下車的時候 椅子會動嗎 應該是往後退 它有些會往後退 把方向門提高 讓你好進出嘛 對啊 安全帶會調整一下嘛 應該有知道 哇 每次我們戲會這樣拉緊一下嘛 對啊 椅子當然是高低嘛 好高低那前後嘛 主要還有這個 這個可以伸長 腿短的跟腿長的 像我的比較短 你如果 比較長就順一點 啊它枕頭就不能動了 因為它這個賽車椅就 枕頭就沒有了 啊這是椅子 你坐起來感覺如何 還不錯 蠻包的 爽 好啊這個 欸再說一下乾爹幫我包了 有一點捨不得用 我們每天都一直 能留一直摸一直摸 要嘛就全部毀了 好不然單獨一個東西毀了 自動頭燈 啊這個免什麼 這個是多光束嘛 對啊 上次講的嘛 很多光束 多光束 多光束是什麼 多光束就是 比較多一點的光束 好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好看一下後面 喔你想喔 有一天我發現它是腳踢的 它有腳踢耶 它有腳踢 對啊 就很不可能 就很不可能 有一天我總是說 我就鑰匙一直放口大 我試一下看可不可以 這樣 可以耶 已經有一雙鞋了 對對有一雙鞋了 對 好啊這個應該知道 就一箭傾倒嘛 我覺得這個蠻帥的你看 這裡有嗎 有啊 有啊 你看 耶 圓圓比較大嗎 沒有比較 塞滿了嗎 這個有一件傾倒 沒有沒有 這個沒有 沒有這個就沒有了 其實感覺差不多 差不多 沒有比較大 對啊 它倒下去感覺會比較大而已 它這個是做一個 扣住的 對啊 質感好很多 一般都是那個 鐵條嘛對不對 對啊 鋪車的時候就講過了 這是拉的嘛 你覺得 長度差不多嗎 欸長度有 你注意看 以這個你看 這條線 對不對 是不是少一個 有沒有 欸對 縮一點點 稍微長一點 後面也比較短 好嗎 這算你樣長我就贏了 這都你的車 我贏了 贏什麼 不曉得 我覺得應該新的也比較寬 應該是這樣 那你停車什麼不方便 有沒有網友要賣的家 我可以去換個車位 好 這個最不一樣的旅行車 這個屋頂不一樣 這一個旅行架 那是用夾 對 那個是凸出來的 認真講起來 如果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車就會比較矮 因為它沒有那麼高 比起來它就更低一點 可是這樣子這一個 你原來那個就 就不能夾 我是很夾 這個往下夾的 做的不一樣 好那我先蓋起來 我們要試車嘛對不對 對 試這一台嘛 不是 試這一台 對啦 我剛剛忘記講了 我這兩台 都是四輪傳動 這四輪傳動可以關嗎 不行 它全死 它全死了 對 四輪傳動的好處是 過彎而已 比較知道這樣 黏過這樣 可是有些人喜歡 後驅車的原因就是說 它會摔尾 喜歡摔尾的人 就是買後驅車對 我喜歡把那個 泡排打開 停個排氣管這樣 嗚嗚嗚 就高潮了 其實真的踩起來 差異性最大可能就是 真的是讓它渦輪 一開有沒有 它就哇 會有貼背這樣貼 車就衝出去 貼背感 對 比較重 來喔 踩一下 就是你吹的時候 這樣就會這樣 有沒有貼背感 前方有固定測速照相 還可以吧 煞車 煞車我是覺得 煞車的感覺 還可以 可是我就覺得 路牢照料 我覺得好像 應該要再強一點 又不太夠了 可是我是覺得 還是夠用的 可是如果你開很快 還是要 小心一點 再來尺寸是 19吋的 我之前的是18吋 那你坐起來的感覺 硬很多 光這個 塞車椅 夾住的那個感覺 就差很多 而且它的椅子 比較硬 原來那個是 比較軟 那那個就是 不移 對啊 再來就是這個是皮移 那個是不移 因為你避震 之前那一台也是改過 對啊 比較Q一點 這台明顯就是硬 可是我跟你講 我把它調 Sport加之後 它就全開了 兩個都開了 兩個開是比較硬還是比較軟 可是我就覺得 差異性不大 原車主也是這樣跟我講 它是跟我講說 都蠻硬的 頓挫感會比較重一點 它退檔會補油 所以其實 塞車後 用這個不好開 我個人想覺得 嗯 我真的蠻硬的 說得快要是用車的 路感很明顯 然後就是加速的感覺 自然進氣跟渦輪 對啊 衝出去的感覺 是差很多 不一樣 那個補油是你自己補的 我踩了煞車 所以它自己會 它退檔 對 退檔它是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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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讓我開車 為什麼我會 噗噗噗噗噗噗噗 我自己補 你是補一下再踩下是不是 它是退檔 然後自己再補一下 我是教肯成 你自己 電腦油 對啊 它自己退的啊 這樣子開油耗 大概多少 還好啦 我開到現在三桶油 還沒開完 有比原本的耗油 差不多 我覺得差不多 所以是差不多 對 所以還好啊 可是馬力差很多 多200匹馬 然後吃了草又差不多 對喔 好像划算了 那如果現在是開舒服舒適模式 它不會有啊 就比較順的 那踩起來就會比較順 好假設我們沒有聲音 我們把它放音打開 也是有聲音啦 沒有剛剛那麼明顯 好我再踩一下好了 就這樣 好我沒有踩很大力啦 就是順順的 其實就感覺就是跟你剛剛踩的 感覺是一樣 但是它衝出去的程度差很多 那它跟車是全舒遇 對啊全舒遇 蠻適合你的耶 依然只有高速公路好用 其他不好用 如果它這輪開起來 應該是暴力壓會比這個好開啦 因為它比較小 走出去比較短 我這個比較長 有個好處是你椅子會抓住人 對啊你就覺得 雖然過這個彎是蠻大的 可是人不會晃啊 你就會覺得我還連在地上 然後變身騎椅 你看現在就感覺比較明顯 都這樣跳跳跳跳跳跳這樣 反而我的那個老車比較好開對不對 它算有硬 可是它就是連在讓我感覺 應該這樣 其實環境我看不懂耶 我不太會看環境 每次看完我還是歪的 它這個就是按這樣就好了 也不用去踩煞車了 它因為它一開門它就會 然後P檔它自己鎖起來 電子煞車 對它就會 它也是有的 在這邊啦 可是我從來沒有去搬過 這個 對 它後置這樣也可以從這邊開 可是我也沒開過 反正去後面開就好了 去後面用踢 對啊 鑰匙要拿下來才可以踢 好啦我們試完了 泰山你覺得OK嗎 我覺得很讚 很讚喔 其實我還在摸索中 其實我 我沒有一直開它 我就偶爾開一下 現在兩台輪流開 我自己個人覺得這台 老的賓士是比較好開的 因為它拉起來都比較順啦 暴力的話就是用這個 渦輪開就是比較暴力 暴力原學 西裝暴主 這個呢 好爸爸專用車 都是我的 都是你 所以我還是好爸爸 沒錯啦 你這台有預計要開多久 我應該會開兩年啦 兩年後再想說要換什麼車好了 有時候太快了 我下一台要換什麼 我也不知道了 完蛋了完蛋了 你還可以換什麼 不知道 不曉得啦 反正就是這樣 記得幫我多分享一下 好不容易買到這台車 分享給大家 我不是很專業 不是很專業的吃車手 如果有那你說錯了再指教一下 大家網友都很厲害 對啊 喜歡記得幫我訂閱分享 開啟鈴鐺喔 拜拜 我會記得按嗎 挺好想的 你們可以按摩 還有什麼 Ultra-S3 地表最高CP值行車記錄器 對啊 差很多 哎唷 加速也差很多啊 加速一定有差 這是我知道的 不是說那個直線加速感 就是踩起來整個的 突然噴出去那種感覺 都噴出去 這個東西已經比較老了 噴出去已經到比較差了 這是有問題的 那是有抓的 等一下被狂飆 好 我們要回去了 對呀 掰掰 下次再見 掰掰